歡迎回來《開發啦!聖誕》 很快就聖誕節了 大家都會想煮幾道大宴親朋 除了雞之外 也會有花膠、海參、鮑魚 但這麼多東西要怎麼煮? 聖誕節很簡單 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個紅酒烏雞 在家裡也很方便處理 很棒 但那些鮑魚花膠、海參也行 這些這麼重口味的海味 鮑羅萬有的菜 當然讓我來 讓我一展所長,教你煮 開始 師傅,我們煮紅酒雞應該要用甚麼雞呢? 西式雞和中式雞做法有很大分別 西式我們一定要選擇厚肉的雞 因為西餐的雞大部分都喜歡吃肉 比吃過雞的味道 好嗎? 我們看到那隻雞真的很厚肉 我今天特意選擇一隻三黃雞 現在我們先醃了 我要放鹽 好 三黃雞會否更多油? 用這個三黃雞 可以的 因為我們今天煮的紅酒烏雞 煮的時間也會很久 如果它沒有太油 煮的時候會很乾 即是多油一點的雞? 對 胡椒碎 鹽、胡椒 我們有些… 甚麼來的 香葉 香葉 我們有些乾的香草 好 好 最主要我們要有紅酒 有特別要求嗎? 通常我們買的便宜一點就可以了 漂亮的留待吃飯的時候才留 好 如果紅酒會不會… 即是不漂亮的 會不會很夾? 煮出來的雞 其實你經過這麼長時間去煮的時候 揮發了 它已經揮發了 我們只需要一個紅酒的酸酸味道 如果真的酒味很重的酒精 它已經揮發了 好 那這樣要醃多久呢? 我們醃好大約10分鐘 很快 我們就拿去煎 Belio哥,你不是會的嗎? 為甚麼又要煎? 會不會繁複了? 因為我們要拿色 雞皮一定要煎香 讓它有一點點顏色 我們煎香雞皮 好,我幫你拿著 好 這樣放下去就可以了 可以煎面、底、甚麼都沒問題嗎? 斬件就不用 如果你想它更漂亮 當然要盡量把雞皮烘進去 那要煎多久? 有色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要煮 不用煎至它熟 你看到雞肉真的很厚 對 這些就跟我們中式吃雞的方法 我們盡量用肉雞 好 Belio師傅好像七七八八了 你看到現在我們拿到雞皮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拿起來了 這樣就聞到香草味 很香 很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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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把雞肉弄得香到香粉粉 對 我們現在有時間可以煎乾它 記著煎乾它 西餐芋肉為甚麼會煎得乾一點 就像一個海綿一樣 你把它煎乾 到它稍微煮的時候 它就像海綿一樣濕了水 吸收汁進去 看來這些雞也要煎六、七分鐘 這麼大的雞 對 因為它肉厚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它熟 我們只用尾巴煎了它 夠色 我們就準備下一步 去做一個會雞的程序 好 好 我們就做第二步的工作 好 西餐最主要我們就要做醬汁 我們現在首先要燒紅的鍋 放一點油 爆香的鳥頭 有味道 這次是煮西餐用中式的油 是, 只有鳥頭 乾蔥 乾蔥 我們有紫陽蔥 我們現在就爆香紅蘿蔔 紅蘿蔔也要爆嗎 是 因為如果紅蘿蔔不爆 有些喜歡用水煮熟 我現在就想要一個紅蘿蔔的香味 我就要爆炒它 爆炒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要拿一個泥粉 那為什麼呢 西餐很多時候的顏色 我們就要靠茄膏去做 這個是茄膏 對 有很多時候我發覺 很多菜都是用茄膏的 對 因為紅色的東西 因為基本上有色的 我們都是用茄膏去做的 很多人都問 茄膏究竟有什麼味道 對, 茄膏本身是酸酸的 而且茄膏的顏色 就很依靠你炒多久 你越炒了它, 它就越深色 那我現在就要做一個麵糰 那麵糰就是一個麵粉 怎麼做? 通常你可以用油炒了它 但是現在我們就不想用油 就直接把它炒香 我第一次見了 炒香後, 我們就要放雞湯 中菜很多時候你們都會埋芡 我們就用麵糰去做 麵糰 對, 你看 你炒熟了麵糰 炒得夠香的話 它就會埋芡 你有沒有記得現在的結構 那我們一隻雞要加多少麵糰才夠呢 很少的, 很少的 你現在看到它是不是 對, 結了 那我們再加這些 因為燜的時間會長 它就會一直都會結 我們把剛才煎了的雞 放進去 那就拌勻了吧 是, 那好像還有一樣東西要加 什麼豆 這個紅腰豆不是 紅爪 對, 這個是紅酒燜雞 對 我們一定要加紅酒劑 應該看得到嗎 對, 流膩流膩 對 是不是好像你們的麵糰一樣 對, 如果燜得久 會不會很容易燒焦呢 你要慢慢燜 我們把紅酒加進去 有多少 我們想要的味道有多少 如果你有小朋友 那就少加一點 如果我們是大人的 我們就多加一點 就是喜歡喝紅酒的味道 濃一點就多加一點 對 我們現在最好不要加 因為你不知道它一會兒濃縮之後 夠不夠 它味道有多少 紅腰豆 我們待會炆好才加 因為紅腰豆很容易炆爛 一炆爛它會結 我們就不要太早下 放一點香草 好,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好的 我們炆一個小時 中火 中火炆 炆了它就可以了 一個小時, 老伯 很期待… 我們看看這鍋紅酒雞 哇… 很香 我們先嘗一下味道 然後我們就調味了, 好嗎 好 很夠味 哇, 很香 哇, 香啊 真的很棒 很好吃 那我們… 加上一些紅腰豆 哦 全部加進去? 增加口感 對, 全部加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是的 加一點香草裝飾 好了, 大功告成了 好, 吃得了 嘗嘗嘗嘗嘗嘗嘗 嘗嘗嘗 嘗嘗 這個紅酒雞 嗯… 嗯… 很軟滑 對, 很軟滑 我覺得很軟滑 很軟滑 我覺得很入味 還要吃點尿豆 尿豆, 好 尿豆, 好 我喜歡吃點, 很軟滑 嗯… 嗯… 你的腰豆很粉 又不會煤 那遲些放進去又不錯 這個動作可以做的 對, 遲些放進去就不會濫 是 而且我們其實不用用刀 用叉就已經吃到了 那這個紅酒汁煮完之後 那個紅酒的味道真的揮發了 不會說有很重的酒味 而且加上有雞油的香味 對, 是不是很簡單 對, 簡單又好吃 相當好吃 真是精彩 那下班交給你精彩了, 英哥 當然了, 下班我煮這個包羅蜜油 看看Billy那個好吃還是我的好吃 好 珠珠, 你做評價 看你的 字幕提供 江建英師傅 人稱英哥 入行幾十年 他是全港狗出生的海鮮專家 現在是知名餐廳的總廚 剛才試完Billy師傅煮的紅酒雞 現在是包羅蜜油, 怎麼煮的 對, 包羅蜜油 就是這麼豐富的材料 有花膠海參鮑魚 沒錯, 就是海參鮑鮑魚 我經常想問, 花膠怎麼選擇 花膠就分為大小的 所以我們選了一種小的花膠 這種是薄肉的 通常我們看的花膠 花膠越厚, 越大, 越黃色的花膠 就越漂亮, 發出來很厚 我們吃下去, 口感就淡淡肉 其實花膠分為很多種 對, 很多… 有些是扇肚, 有些是魚肚 不同的 開了邊的, 牠們有鴨包肚 其實有不同的魚的肚 我想問, 花膠是否真的可以養顏 對, 花膠養顏 蛋白質就很高 你這樣說就糟糕了 待會煮完之後, 花膠會不見了 為什麼? 珠珠, 這樣後不住 我待會煮得更好吃 就讓珠珠吃光 謝謝, 家 一定會吃光 吃光, 我們開始吃光 吃光 有沒有需要發多久? 我們這些膠筒很簡單 隔水蒸一蒸 大概, 它燃得這麼薄 我們蒸四至二十分鐘就到了 然後, 如果厚一點的黃色 厚一點的那些 半小時左右 那就蒸久一點, 隔水蒸 記得不要讓水濕了, 隔水蒸 蒸一蒸 蒸完之後, 我們就浸凍水 浸水的話, 水浸過面要多一點 不然它會膨脹, 像它這樣 膨脹了出來的 然後,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一晚 就變成這樣 然後, 它會很濃烈, 會很濃烈 發不出來的 這些會藏到沙 我們先慢慢去洗 浸了一晚之後 凍水之後就洗洗 洗完再焗 如果你覺得它更硬的話 可以浸多一晚再焗 焗是怎樣焗的? 花膠和海參都一樣 燒了大鍋的滾水 然後水滾的時候 就放了一些花膠 或者海參下去 浸了它 熱水下去浸 三、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要關火 可以一起浸嗎? 不可以 可以嗎? 因為它發的時間不同 你要慢慢選擇 不然你又要蓋個蓋看看 可以嗎? 哪些是花膠 哪些是海參 要撈出來 然後又撈出來 浸清水 它就會發得這麼大 如果你覺得 像這些 發到這樣的 有口感吃下去 硬一點 時間就會短一點 如果你想它軟一點 吃下去軟軟一點 軟糯一點 就是老人家吃的 你再浸久一點 它就會軟糯一點 我想說 事前功夫也不少 是啊 那煮呢? 實際煮的時候 有很多功夫嗎? 還沒有 如果煮之前 我們還要看看這些花膠 好像這些 洗乾淨了 它就這麼白色 有時候這裡有些血絲 黃的 一定要清除它出來 因為煮出來 怎麼煮都會腥 那些是血腺 很腥 洗乾淨 像這些白色 這麼漂亮的煮出來 就沒有腥味 好 那鮑魚呢? 這是新鮮的大年鮑 來的 就這樣蒸熟了 退了殼就可以了 好像有鮑魚咀要撕 是啊 這鮑魚裡面 每一個都會有這些 這裡有一些沙 所以我們撕了這個咀出來 洗乾淨 這裡 沙不在這裡 吃下去就沒有沙 我們選鮑魚 如果有時候大隻 厚身的 這麼厚身的 就很漂亮 我們一會兒還要煮 明白 煮軟 吃下去就很爽口 那我們首先 第一步要做些什麼 第一步呢 我們有化好這些花膠 然後我們切分 都是這麼大塊 吃的時候更容易吃 我想問你 是 花膠是否預熱呢 它會一直收縮 是啊 我們煮的時候 花膠要看著煮 有關係 我們放進水裡焗的時候 焗得怎麼樣 如果焗得太軟的話 我們盡量煮的時候 煮的時候 煮的時間就短一點 嗯 如果我們焗的時候 爽口的話 你可以煮久一點都可以 即是一煮熟 基本上就要吃了 是啊 慢慢慢慢熟 很短時間 是啊 好 那我們改了之後 然後我們這些材料 就等下去 用清水裹過去 因為它始終都有一些腥味 是 我們用熱水 用薑蔥下去 滾一下 好 我們放些薑蔥下去 因為一會兒 我們還要用薑蔥下去 炸了 用醬汁 這樣我們滾一下 然後這些材料 我們等下去 我們叫做 全部都要丟下去 我聽見你說炸花膠 和豬豬馬上走開 等你來 是啊 全部丟下去 沒錯 一次過 滾一下 讓它去到腥味 嗯 嗯 那因為這些花膠 焗到身夠了 那我們不要太早等下去 嗯 就怕它縮水 是啊 那這個要多久 就是滾了之後 一等下去 水會滾起來 就可以撈起來了 嗯 那我們等水滾一滾 讓它出一些腥味 這樣就可以了 嗯 這些花菇呢 我選的花菇很厚 是 所以它吃下去 淡淡又好吃 爽 要用厚身 肉要厚身的 嗯 這樣就算漂亮 對 薄身的那些吃下去 它就 口感沒有那麼漂亮 好像一隻圓頂 那樣 肥嘟嘟 對 現在滾起了 我們可以把花膠 放進去 真的嗎 不要放這麼早 否則它就軟了 不好吃 軟滑滑 好 好 我們稍微 這些花膠很簡單 燙一燙就可以了 是 你這鍋水和這鍋 剛才我看你做了 是 是不是倒進鍋水裡 是呀 那裡炸到薑和乾蔥那些 是 那就倒下去 是 幫我 是 我們拿些炸好的乾蔥 薑 用來滾一下水 用來做醬汁 是 其實就是另外增香 那我們這些都飛了水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煮 好 好 剛才我們飛完水 那這個就拿出來 那些水我們就不要了 是 那我們現在煮了醬汁 這個醬汁就是剛才用的薑和蔥 炸了的 那我來煮到醬汁 是 就是想它增香 好 我們隔一隔 是 好 我們煮 煮了之後呢 我們加些蠔油 最重要是加一點蠔油 加一點的 糖 加一點 鹽 很香 是 好 好 我這個水裡面 加到一些蠔油 糖 少許鹽 然後我們現在一直 放些材料 下去 煮熱 是嗎 一起放嗎 對 對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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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次過 放進去 對 花膠就不要放進去 因為這個花膠就 縮小 不是 它軟 那時候 它發軟 我們就回煮 煮的時候 沒有煮那麼久 是 煮那麼久 一會兒太軟 就沒有了口感 沒有了質感 很棒 我們一邊煮 然後我們放一些 生粉水 是 生粉 看你自己喜歡 多濃稠 是吧 一般我們做包汁的話 都會掛到 那些食物的表面 是 讓它靜 不是 因為它裡面 它沒有味道 是 就是很難入心 這麼快入心 因為你要煮很久 它才入心 那你要 所以要做些 汁醬在表面 讓它煮的時候 就有些汁醬的味道 掛著它的表面 掛著它的表面 那吃的時候 它就有味道 對 我也煮了一些汁 結緊了 是 對 對 我們可以稠一點也不怕 差不多了 好 試一下味道 就上碟了 好 你試一下味道 我還要加少許 顏色 這個是 老抽 我加少許老抽 讓顏色更漂亮 哇 很鮮甜 對 很鮮味 哇 珠珠 你聞到也聞到嗎 對 好 好 我們煮起的時候 我們把花膠放進去 兜一兜 拌一拌 對 不用煮太久 煮得太久 花膠就沒有味道了 英哥 那法菜呢 法菜呢 煮完那些汁之後 我們上碟之後 拿法菜進去汁裡 煮一煮 放在上面 哦 即是不用煮太久 對 沒錯 好 現在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準備試吃 好 你看到這個包羅漫油 你很幸福啊 沒錯 你看現在怎樣 是 你們的花膠最適合你 骨膠原多 我會吃多一點的了 好 Billy 這個啊 海森 最適合你了 最適合你了 是 鋼膽骨唇 很棒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是 好 這個包羅漫油的 很好吃 是 很入味 是啊 來 我先吃一口 很棒 海森真的很爽 真的很汁 我吃到那個 它叫醬汁還是什麼 包汁 包汁 底部有你剛才炸的蔥蒜味 底部有那種味 沒錯 芝芝 把海森和法菜一搭 真的嗎 我先試試 好吃的蔥蒜味 很爽口 很幸福 很感謝Billy師傅和英哥 今天令我這麼幸福 解決了我所有難題 大家記得明天繼續開飯 聖誕 拜拜 拜拜 比較也是 那兩次 飛行 過 好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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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